人人都恨小老 个个都有杀人动机 个个都有杀人动机 那不就等于没有吗 你呢 打听到什么了 我打听到 是 你们听 有琴声 小提琴 是彼岸花 二楼 是冠儿 已经死了 这是不见的那个乐部吗 对 就是这个 那这是他自己的琴吗 他的小提琴从不理神 这些窗户都上着户篮 人是不可能算出去的 这些窗户都上着户篮 是突发心脏病死的吗 不 应该是连环修杀爱 他已经是第二名死者了 我听小曼说过 我看纯属是巧合 再加上心理作用 乐飞 你就不要钻牛角尖了 时间不早了 让所有的宾客都回家吧 不行 我必须要一个一个 问完哈斯能放他们走 你知道来的都是什么人吗 有总理的公子 外室的夫人 正因为他们地位都高 你现在放走了他们 以后想要问话就更难 我是探长还是你是探长啊 放人 收队 音乐可以产生一定的心理暗示 会影响到人的情绪 当一些不良的二世出现 大脑就会分泌出一些化学物质 会导致心跳加快 呼吸急促 但是通过音乐引发器官病 便用于杀人 不太可能 你怎么知道是杀人 小道消息都传开了 乐曲杀人 既然乐曲不能杀人 那 告辞 可不得了 不好意思啊 霍医生 给您添麻烦了 干嘛 随时下楼 再见 既然乐曲不能让人催眠自杀 那就很有可能 你不是讨厌霍文斯 不相信他说的话吗 我是不喜欢霍文斯 但是我会考虑专家的意见 对了 我之前看过一本 英国人写的推理小说 被害者死去的房间 就是一个密室 唯一的出口 只有通向隔壁房间的通风扇 凶手正式利用了这一点 训练了一条斑点毒蛇 爬过通风扇去杀的人 我也看过这本小说 对于蛇来讲 铃声就是让它 发动攻击的信号 那这桌彼岸花 灰灰也是某种信号 当有人演奏它的时候 就会招来神秘的动物杀手 不过 我们应该怎么证明这一点呢 不行啊 太危险了 没事啊 根据之前的情况来看 凶手只会攻击演奏者本人 您不会有危险的 攻击谁都不行 我可不能眼睛上看着你 被蛇给咬死 那 你就把眼睛闭上 看死我了 小路 帮我扑出来 等等 好 Playstation 从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样子今天晚上是解不开这乐谱的秘密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就先走了啊 好 能把乐谱给我留下吗 我再研究研究 行 那我先走了啊 再见 你不回去睡觉啊 作为一名警探 我有责任和义务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你去哪儿 睡觉 你别关门啊 好啊 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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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活着吗 罗飞 罗飞 你还活着吗 不会吧 好 出去 我觉得 我还是跟你在一个房间里这样比较安全 你干吗呀 去报警 就说有一位女警太深夜骚扰男性邻居 你怎么了 我还是下来没有 我还是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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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今天可是会比较刺激啊 哥尔西哥哥哥尔西哥哥哥尔西哥 好久不见啊 怎么样 看我今天给你们带什么了 各位兄弟们 咱哥尔西哥依然一份啊 来你的 你的 来你的 兄弟 你看我这个 回来一下 回来一下 怎么样 怎么了 不错啊 不错啊 那 哥 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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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一群人 是你在这儿出现啊 不是 那是不是预示着最后要下雪啊 这有点清楚啊 蚂蚁生亲结队的出现 出了下雨 还要搬家呢吗 你们想想知道这个蚂蚁 哪个是爸爸 哪个是妈妈 哪个是儿子 我再给大家推理一下 对 对 好 不 不 我